安安大明星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麗女孩楊上芸 Joyce 美麗女孩在我3月25號的時候 已經數位發行了 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美麗不再只是外表的代名詞 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有變美的能力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僅有美麗女孩也有美麗男孩 我們都是美麗的人類這樣子 我們要有美麗的力量 那另外一首歌是《紫星星》 那紫星星就是屬於它是情歌 療傷系情歌 然後它是當時我在就是 失戀的過程中就是 聽了這個之後非常有感覺寫下來的 那我希望一樣就是 治癒大家每個還受困在感情裡面的人 聽到歌的大家也希望你們可以有 聽到快歌有正面能量 聽到抒情歌就是可以被治癒 美麗女孩是我自己取的 我們太容易因為第一印象 去判斷一個人 然後就我自己在我求學生活上 然後這23年來 所以我所去經歷到的 所以我想更告訴大家的是 除了外表 更重要的是要自己的內心 善良的內心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只要你有善良的內心 我相信上有心聲 你有善良的內心 你就有美麗的外表 變美的能力 我覺得我最大的魅力就是愛笑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很喜歡笑 然後我很喜歡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沒有包袱的人 然後我不會怕別人開我玩笑 然後我也就是不會說 我覺得我自己最大的魅力就是 突然不知道自己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魅力是什麼 請大家留言給我 覺得我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我會想要做首歌 最重要的是我喜歡K-POP 我喜歡 防彈少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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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哪位 我喜歡鄭國 我另外一個喜歡的是 有在清谷 就是那個小女友 對對對 然後他們的舞蹈 舞蹈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是我學習的目標這樣子 對 所以這張專輯 因為我畢竟是舞蹈白痴 我是這半年才開始學舞的 然後下一張專輯 是希望可以真的跳得很厲害這樣 我最想合作的音樂人是潘瑋波 很欽佩她是因為那時候聽說 她的那首後來有首Coming Home 是在病床上面完成的 那我覺得也許是這種激勵 讓她的音樂達到了一個 另外一個巔峰 那我就非常非常佩服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跟她合作 如果有機會的話 希望潘帥可以看到這一段 其實我現在覺得敢露很重要 我覺得你要露出你自己優勢的地方 那每個人優勢的地方不一樣 那像我的話就是我有鎖骨 然後手腕這樣 我就喜歡露這個東西 然後加上我身高夠高 我大概168公分 所以我還蠻喜歡露腿 雖然腿蠻酷的 但是就是還蠻喜歡露腿的 就是覺得看起來比例會比較好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說如果你上面穿比較緊身的衣服 你下面穿寬鬆一點的衣服 那如果你上面穿比較寬鬆的衣服 你下面就要穿緊身一點的衣服 整個視覺效果看起來就會比較好 很希望可以就是 成為那種 她們有一個 你們有在關注Kpop 就是她們有一個叫 清純power的一個title 其實是唱清純可愛的歌 但是很有力量的舞蹈 對 所以我下一張專輯 我已經有在寫企劃書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在四月底會有一場音樂會 那確切的時間地點還尚未公佈 那會請大家來我的粉絲專頁找我 幫我按個讚 如果喜歡我的朋友們 然後我也會常常在上面分享我每天 因為我現在是在宣傳期待 包括我之後其實 因為雖然很多人會說 你現在不是在宣揚說 就算胖胖的也可以出專輯嗎 但是其實我還是會想要 能努力變得更瘦 所以我會一直分享我的減肥菜單 我每天的運動的東西 然後還有我每天的通告 跟我什麼時候播出的時間 我都會在我的IG 跟我的粉絲專頁公佈 請去搜尋我的粉絲專頁跟我的IG 多多幫我按個讚 也幫安安大明星點個讚 對 然後就是 四月底歡迎來我的音樂會 那音樂會是沒有門票 是就是在那邊 大家可以吃吃東西 然後就是可以看我的表演 然後接下來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在年曆的時候 再發想一張新專頸 就是我的目標 謝謝